现在的时间是12月24号 也就是耶诞夜的晚上 我们要去体验看看 这种合家团圆的日子 这么大节日 街上的状况是怎么样 去体验看看这个气氛 也算是难得的经验 通常这种时候 大家应该都回家团聚了嘛 看看大街上跟我一样的狗招 还有整街 走 好呀 现在六点了 全部都有了 不过现在要小心一点 现在的人 如果说这个时候 你还没有地方回去的话 感觉情绪都不太好 我自己是蛮享受这种孤寂感的 这个人生难得起归 这种体验 在这种重量的节日 然后生在异乡 好好享受 好好体验 好好记住这个时候的感觉 我觉得未来 如果你有遇到什么困境的话 会蛮有帮助的 想想看 圣诞街 你都可以自己跟这个走来走去 还有什么事情 是能困住你的 好吧 那还是有很多在等火车的人 看这个站体很大 从上到下这样子 麦当劳还开着 天呐 辛苦大家了 这个时候做出来的汉堡 可能不会很好吃 但是没办法 我们别无选择 大家看看这个车站的尾端 又再次的体验了一句经典名言 山不再高 有先则鸣 看一下 地点不再偏僻 有麦当劳 则人潮聚集 看看对面麦当劳 行李江河 好多人在月台上面那里候车 今天是12月24号 圣诞夜啦 平安夜的当天 这些人可能都赶着要回家过节的 大家也都生活过得蛮辛苦的 这一年 看到那个前面那个黄色的光明 竟然还为着这些 机长碌碌的女人 持续的 绽放着光芒 哈哈 唯一的一个食物光明站 工作人员 好像都不是德国人 感觉都是外籍人士 在这边吃东西的呢 也大部分都是外籍人士 他这整个厨房 整个都已经收藏了 我等一下把他们Google评论 放在旁边这个地方 评论好像只有2.8颗星 很多人在这边有评论说 他们的店员 德语都讲的不太好 德语都不太会讲 好啊 看看里面人潮之汹涌啊 我刚去里面点东西的时候 突然有一种感触很多啊 大家看一下里面 里面就是什么 我讲直白一点就是 一群生活艰辛的人 在煮东西 给一群生活很艰辛的人吃 看看这个偌大的车站 店家都已经几乎光光光了 但是就是这间麦当劳里面 还是老脸滚滚 啊因为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他便宜啊 那在里面工作的人呢 诶明天要圣诞夜了 你不回家 还要在这个地方 辛苦工作 对不对 钱是谁赚走了 麦当劳的老板 他在家喝年份酒 吃龙虾 鲍鱼 雪场蟹 那我们在这边 客汉堡 辛勤的工作 为他们拼 天使拼我拼了一个晚上啊 他可能一口卡 诶? 圣诞夜到了 大排长龙啊 绕了超市整整一圈 我看方圆速食里 剩这间超市 其他超市全部都休息了吧 今天 一大堆人进去要排队了 你看 这间啊 剩下这间超市 这也不知道哪个醉汉 妈的 喝酒了 就算了 还把酒瓶打破在这个地方 大城市就是会这样子 无奇不有 那大家知道醉汉 身无分文的醉汉 他 进去超商会买什么东西吗 他会把他身上 最后一笔钱花掉 再买一瓶啤酒 这个就是我刚看到的真实现象 不忍足度啊 真的是 这个气氛过节了诶 有钱的人是有钱到 你无法想象 看看这里的酒吧这么多人 真的是贫穷限制我的想象啊 你看看 哦 这么多人在后面 有营酒 在这种高级的场所 贫穷限制我的想象 没钱的人是没钱到 过节 连一个温暖的地方都没得去 只能窝在这个地方 就不要再拍他们了 好不好 这样子就有点过分 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很好笑 就是我刚从波兰来到德国 我看到他那个超市物价 实在是有点不习惯啊 就比波兰贵很多嘛 但是我后来转眼一想 大家知道怎么样吗 我后来想了一下 台湾超市的物价 哼 这些东西买起来 在台湾买不一定还更贵 你看看啊 既然 哈哈哈哈 天啊 既然会这样子 买一个泡芙当点心 一瓶水 一个 花桑 哦 这个是我最喜欢吃的 德国奥地利和瑞士都会有 那其他国家就比较少见 它是那种麦粥啦 超级好吃的 很喜欢吃的麦粥 最重要就是这一罐 超级健康的绿色蔬果汁 那有这个绿色蔬果汁 怎么能少了刚刚那杯冰块 你就知道冰块有多重要 诶 不得不说这间乙壁是真方便 它这有那个自助的冰块 哦 这一个果汁哦 如果没有配上这杯冰块的话 哦 那个滋味差太多了 加个冰块 第一个可以调整它的浓淡 第二个这种东西就是 你不冰就不好吃啦 好不好 整个人都好像健康的起来 这个是应该是 啊这有起来 就一堆那些很营养的东西啊 泡芙 哇 它这 这泡芙也太樸实无法了吧 它能是环保还怎么样 就里面竟然是 就这样子 没有塑胶袋的 直接用纸盒装 不过这个感觉要稍微退冰一下 嗯 太丁 退冰一下等下吃 这就从冷冻库拿出来了 好吧 燕麦粥 这个燕麦粥哦 哦 感觉好吃 你不要看它看起来像狗狗 哇 这个超级好吃 这个味道就也类似那个 炖奶 大家去澳门不是会吃那个什么 双皮炖奶吗 风味有点像 然后它是那个印麦粥 你看 这个超好吃 哦 这台湾没在卖 可惜 very good 这个柏林大教堂 是我觉得全德国最漂亮最漂亮的教堂 尤其是它在这个阶段 就是天色要黑不黑的时候 天空还有一点点光线的时候 它那个灯打得真的非常好 打在那个暗处啊 让整栋教堂看起来 哦 超漂亮的 哈啰 大家早安 竟然跟你下雪啦 坐路面电车 很喜欢坐这种路面电车 你看他们这里设计的是这样子 虽然说它铁轨在中间 那大家一定会觉得说 那铁轨没靠马路旁边要怎么停 但是它的法规就是这样子 就是它车停下来的时候 汽车是不能穿越这个道的 可能罚则会很严重 雪下起来对当地人可能是个困扰 但是对我们这种没看过雪的人 想到我们到了柏林 你竟然还可以再遇到下雪天 在这种飘雪的天气去探访下的柏林围墙 又是另外一个气氛哦 走 大家看它柏林围墙设计是这样子 不单单只是一个围墙啊 它中间有一个这种 它从这个地方就把你限制住 你要跨越这个铁柵欄 然后下面还有这种陷阱 道刺 你从这一跳下去 你这么一戏 还有一个检察罩 这边会派枪手 那这里有一条这个沙 它会在那边铺沙子 方便追踪那个足迹 所以后面才是这道围墙 所以你要通过这个层层柵欄 翻过去西柏林 哇 它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对面那个地方那一面墙 再过去就是这道墙 那我们在这里 大概有点多大的 关系其实就算承诺了 一天干的 那么接受 我没见过 因为我们和这个 就像干的